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猫棒吗 你知道猫棒可以通过SFP的交换机 变身为多网口的光猫吗 你知道SFP交换机应该用哪种方棒 更加方便吗 众多的猫棒到底应该如何选择 如何操作呢 那么这期视频呢 咱们就手把手教你从选择到实操 想了解这些问题呢 一定要认真的看完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着大家玩猫棒的金水 其实呢这个猫棒呢 它就相当是一个有处理器带内存的 高配的光模块 那么它可以通过安装系统固件 通过导入光猫的认证信息 来替代光猫 实现光猫的功能 那么目前市面上你可以买到的 有诺基亚 阿尔卡特 华为 海信 TP-Link 和 OTI 等几个型号 那么其中 诺基亚和阿尔卡特 基本上呢多为拆机产品 新的不多 而华为海信 TP-Link 和 ODI 是最容易买到的 全新的 那这里面 诺基亚 阿尔卡特 华为 刷好固件呢 基本上会在80到120左右 那没刷固件呢 在小黄鱼上60到40就能买到 那么海信 TP-Link 和 ODI的价格呢 就相对比较贵了 基本上都是全新的 那全新的价格呢 是200到一两千不等 那当然这个东西不是越贵越好 也不是越便宜越好 那么选择猫棒之前呢 要看你家的网络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那你可以通过你家的光猫背后的贴纸 能看到你家的网络类型 那么目前三大运营商呢 基本上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1胖 另外一种呢 是G胖 如果你家的是1胖 基本上只能选择海信 或者OTI这种成品的猫棒 而且支持1胖呢 2.5G光猫基本上呢 它是跑不满千兆宽带的 只有1.25G 那么如果你想突破千兆带宽 而且呢 又是1胖 那么你的选择只有10G 也就是万兆的猫棒了 那么目前最好的选择呢 也只有海信这么一种 而且呢 价格非常的贵 那么如果你家的光猫是G胖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选择的 就相对比较丰富了 那么便宜的诺基亚 阿尔卡特华为 那稍微贵一点的 TP-Link OTI 都是在可选之列 那金水用呢 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 大概五六种的猫棒 那这里面 ODI的双模型号 那兼容性呢 尤为的突出 而且呢 我发现网上相关ODI的教程呢 是非常非常的少 即便有 也做的不是太完整 那这期视频呢 就教大家如何使用ODI的猫棒 通过SFP的交换机 突破千兆的网络线式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设备 比如说观链转换盒 或者是带SFP的路由 甚至是SFP网卡 都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 首先呢 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获取光猫的认证信息 因为我们要把这些信息写入猫棒 从而让猫棒尾装成光猫 来通过运营商的认证 那实现光猫的功能 首先呢 我们需要登录光猫的后台 那我们用电脑直连光猫 那我们可以通过查看光猫底部的信息 来找到它的后台地址 那我这里是192.168.1.1 那么一般的也都是这个地址 那普通的光猫呢 并没有开启DHCP 那么如果你发现链接光猫的时候 并没有分配正确的IP地址给你的电脑 那么你就需要手动把电脑的网卡地址调整为跟光猫相同的网段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打开电脑的浏览器 那输入192.168.1.1 那我们开启光猫的后台 这里就可以看到登录界面了 这时候呢 要输入超级管理员的用户跟密码 不同的运营商和不同的区域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我给大家整理了三代用营商常用的超管用户名跟密码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先尝试一下 那如果尝试不成功的话 你可以咨询本地的运营商 或者找宽带师傅用实力解决 来到光猫的后台 我们需要找到这么几条信息 但是在这儿呢 要给大家说明 那不同的运营商可能需要的认证方式不同 电信呢 主要用LOID认证为主 而移动呢 除了LOID的认证 还需要LOID的密码认证 而中国联通是最那个的 那么不但需要SN码 而且需要卖个地址双认证 那么这些信息呢 其实不用担心 都可以在光猫的后台找到 那么剩下的你只需要注意 如何选择适合你的猫棒就好了 好 我们来到光猫的后台 找到状态 网络测信息 我们就可以看到 Internet微烂的ID 我的是41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来到网络远程管理 罗介ID注册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获取我们的罗介ID 也就是LOID 其实获取这些信息 即便你没有超管的 用户名和密码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来获取LOID 那当然这些方法 也是金水用实力换来的 那么时间有限在这儿了 咱们就不展开细说了 那下次猫棒相关的视频呢 再给大家详细的说明 好 对应找到这些信息之后呢 我们把光猫插到我们的交换机的SFP口上 然后呢 我们把电脑跟交换机用网线相连 我们来到电脑 打开浏览器 输入192-168.1.1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ODI猫棒的后台 它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这里的语言模式呢 默认为中文 那如果你打开的时候是英文 那你可以点击这儿 把它切换成中文 好 我们现在登录 我们来到ODI的后台 点击左侧的导航栏设定 这里呢 我以广东电信为例 我们需要更改两个参数 一个是LOID的设置 另外一个是GPunk的SN码 我们填入之前从光猫 获取的信息 那点击应用 那如果你是连通和移动呢 这里可能需要输入LOID的密码 之后呢 我们点击左侧的导航栏 找到VLAN设置 把VLAN设置呢 改成手动 这里需要把PVID修改成 你的VLAN的号码 那我这里呢 就设置为41 修改完成之后呢 点击应用 之后呢 我们把光纤插入光猫 稍等一会儿 然后我们回到菜单 找到Punk 进入Punk的状态 大家如果在ONU状态这里 看到是05 那就说明光纤认证已经成功了 在这儿给大家多说一句 如果出现状态1 那就属于无光 或者光头损坏 或者是你家是1胖的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出现状态2 或者状态3 则说明你填写的注册信息 或者参数是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出现状态4 那么你这个注册 很有可能是被OLT拒绝了 那么如果出现状态5的话 跟我一样 那恭喜你 注册成功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这里的光信号衰减 那运用商正常的标准呢 是-20 那一般来说 -10到-19 都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20到-24都属于正常的范围 那么如果你出现-25以上 那么建议去找宽带师傅吧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连接电脑的网线 插入路由器的腕口 或者是你需要拨号的设备的腕口 然后把路由器的腕口和电脑相连 我这边呢 以Openwrt的系统呢 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好 我们找到网络 点击接口 找到腕口 点击编辑 我们找到接口协议 我们在接口协议里面选择PPPoE拨号 填入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保存 以及应用 稍等一下 就可以联网成功了 那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 就是你已经完全设置好了 但是确实无法拨号联网 那么你需要去猫棒的后台 找到左侧的导航栏 备份跟恢复 这时候呢 我们要点击恢复出场设置 在这里呢 其实大家并不用担心 恢复出场设置之后 那咱们之前设置的那些信息 它是不会被抹去的 好 我们点击重置 等到猫棒重启 大概需要三到五分钟 猫棒重启完成之后 或者等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可以来到猫棒的后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之前我们填的信息还在 那这时候呢 我们查一下胖的状态 也是正常的 之后呢 我们来到路由的后台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信息呢 已经显示联网了 那腕口的信息呢 也是表示拨号已经成功了 并且成功的获取了 运营商下发的DNS 这就说明呢 我们已经拨号OK了 这次我给大家演示 ODI的猫棒 是22年9月23号的版本 所以呢 它是无法实现猫棒拨号的 那么如果有小伙伴 想用猫棒进行拨号呢 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呢要升级一下固件 那这种玩法呢 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小白用户呢 要谨慎操作 操作不让的 非常容易变砖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Github 搜索RTL960X 我们在搜索结果中 找到这个项目 那不出意外呢 应该是第一个 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到项目页面 然后往下拉 我们可以找到ODI DLP-34X 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找到 22年12月09号的这个版本 进入 我们点击 download下载 大家要注意啊 下载完成之后呢 应该是一个TAR后缀的文件 那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同样来到猫棒的后台 找到系统管理 我们找到固件升级 在这呢 点击选择文件 找到我们刚才下好的这个固件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文件的大小 应该在3.8M左右 那么如果太大或者太小呢 都有可能是下载不完全造成的 好 我们在这选择完文件之后呢 这里会看到我们选择的文件名 确认无误之后 我们点击升级 进入刷写阶段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千万不要断电 或者是在它的后台 做其他操作 以免刷写失败 那整个过程呢 大概会在三分钟左右完成 那完成之后呢 它会自动进入重启 然后进入猫棒的后台 那如果大家的页面 也会出现报错 或者响应过长的这个时间呢 其实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那我们不要刷新这个页面 重新开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我们登录猫棒的后台 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呢 其实还是Admin 那么看到这个画面呢 其实就说明 我们的刷机已经成功了 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版本的UI跟之前呢 是有明显的差距 它的导航栏呢 直接从左侧移到了顶部 我们可以从状态栏里 直接看到它的软件的版本号 是V1.2.2 是22年12月9号的版本 刷机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重新填写一下 相关的信息 好 首先呢 我们来到系统管理 填入IoID等信息 然后我们来到广域网 勾选启动VLAN 填入相应的数字 那我这里还是填41 模式这里呢 如果你想用你的路由器拨号 那么这里默认选择桥接 那如果你希望用猫棒进行拨号呢 则需要选择PPOE 然后呢我们选择PPOE 完成之后呢 我们选择业务类型 那默认Internet 然后填入相对应的信息 下面呢 又勾选端口映射 然后点击应用 最后呢 我们重启一下光猫 重启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在状态栏里 看到广域网的配置下面 我们的光猫已经获得了 正常的IP地址和网关 这就说明呢 我们的光猫拨号呢 已经成功了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猫棒 协商速率出错 在一季左右呢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建议大家多拔插几次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想更加稳定一些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 入手2.5G的光猫 会更加的稳妥 好 现在看到这儿的小伙伴呢 都应该已经学会了 如何通过光猫 并配合多网口的交换机 实现突破千兆网络的限制了 那我这次演示的两款交换机 当然也可以使用 其他的型号的猫棒 那比如说诺基亚或者阿尔卡特的 其实都可以 但是呢 由于兼容性的问题呢 确实没有ODI这么方便 但是呢 胜在价格便宜 那么如果有想了解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么如果想看的人多 我后面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么正值618期间 那么这两款交换机的价格呢 我也会给到大家最大的优惠 那如果想了解的小伙伴呢 可以进店咨询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有帮到你 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赔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追踪 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智新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